好 几个讯息新委员一起来这个点评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自由时报 又是一个很大篇幅的报道 独家妈 说什么这个知情的官员 注意哦 有一位官员叫知情 知情官员指出 外来移民人口不断增加 黑帮分子也被中共吸收 台湾内部还藏着大量第五纵队 都可能配合中共指令破坏还有瘫痪 案子你就会对接到了嘛 谁会破坏瘫痪台湾呢 外来移民啊 黑帮分子啊 还有台湾内部潜藏的大量第五纵队 看到这个新闻 我脑子马上跳出来赖清德的话 洗敌人心 对不对啊 还有呢 5月31号相会 大家这个焦点都集中在董军的身上 但事实上解放军也来了一团人嘛 那其中一位解放军中奖 今天他的视频在网上刷屏了 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啊 用非常强硬的口吻说 距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彻底 解决台湾目标 问题的目标 越来越近 然后也是丢出了这句话 请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有点期待的感觉 然后在此同时呢 挺我们的啊 不只是美国啊 欧洲各国也都来挺啊 今天媒体大幅报道的就是荷兰 因为荷兰媒体自己主动披露 在5月31号的时候 说荷兰的这个七省级的护卫舰 穿越台海 那但是看了一下他的盾位 他才6000多盾 他刚访问完越南 就来穿台海 那当然了 大陆052D就7000多盾嘛 所以当然大陆网民 尤其军事博主冷嘲热讽啊 说你就是一个渔船概念 对不对 直接放空 但毛宁还是讲了话 毛宁说坚决反对 你自由航行危害中国主权 别给台海和平 制造麻烦 但是荷兰很快就变了 今年2024年 三年前2021 当时荷兰还特别说 他们的战舰在印太地区 行动的过程中 不会穿越台海 以免造成误判 2021留下了这一句 不会穿越台海 短短三年 情势批变 荷兰也变了 几乎同一个时间点 还包括法国 法国巡逻舰6月1号也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宜兰花莲外海 那这应该是法国的这个信心级巡逻舰 那他装备有口径机炮啊 机枪啊等等 还包括黄仁勋 这都是一连串 几乎同一个时间点 台湾内内外外发生的事 国员你怎么看 河南或者是法国 这些穿越台海 解放军的动作当然相对被动 让大家拭目以待 一个正常的做法 解放军有权力 拦阻这些河南军舰进行检查 拦阻法国军舰进行检查 但解放军没有采取这个行动 不晓得他们在打什么算盘 就是说你是自由航行 你要到哪里去 请报上名号 就像跟那个什么 海警船不是每一次都对着 台湾的海巡船说 我是谁谁谁 请报上你的舰号 你的这个航行目的 对不对 如果是军舰还说 你船上带什么武器 你到我家门口要干嘛 美国会不会检查 其他国家的军舰 靠近它的海岸 会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还没有展开这样的行动 在台湾海峡上 进行军舰检查 霍伦他当然不用检查 军舰他可以检查 那为什么可以做军舰检查 因为我有武力 我足够的武力 来检查你军舰 你就给我停住让我检查 所以大陆要展现是 他是台湾海峡的水域 不是如他所说的 是国际水域 而是一个特殊的航道 那他就应该要进行 军事舰艇的检查 就像说如果有军机过来 他会有人扮飞 现在军舰也不能只扮飞 军机没办法上飞机检查 军舰总该可以了吧 所以我是觉得 解放军也不宜 老是只是用嘴巴 宣称一些事情 我们就拭目以待 你到底是用讲的 还是用做的 如果你是用讲的 当然台湾的谢金河 林赫敏会很多嘛 大家比赛嘴炮啊 嘴炮又不瞌睡 对不对 为什么不比赛咧 但是我是觉得 已经到了一个时间了 这个解放军说OK 说哎呀美国多多少少 你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功 可以不必理会 其他的照常检查 你荷兰在冲绳有基地吗 没有基地 你经过台湾海峡 目的地和在 对大老百欧洲来 这个法国也是 你法国 法国可能还可以 可以说一点话 为什么 因为法国前段时间 刚跟中国的这个军方 有签那个 一个护访的协议 所以他们的 这个小舰艇嘛 巡逻舰 护卫舰是同样等级的 这些小舰艇啊 那经过中国沿海航行 好像是他们有默契 只要报告就行了 那河南舰艇要访问 某某某 然后又要来经过台湾海 当然要报上名号来 大陆要有这种气魄 此山是我开 此路是我开 报上名号来 不是留下买路财 不用了 免费让你过 留下光刻机吗 但是你是带枪经过的 当然要进行检查 所以不晓得大陆是什么 想这个问题 你只要检查几次他就乖了 跟东部那个什么 航空四北区一样 一样道理 所以你现在在讲这个东西 大陆不拿出实力来 他们永远不会乖 你知道吗 这个欧美国家 他们霸王霸冠 没看到亚洲的真刀真枪 以前有过啦 以前是日本 日本就经常干这个事 他在日俄战争赢了以后 他就大尾了 靠近海域通通检查 所以我是觉得 荷兰臭热闹也好 不臭热闹也好 然后毛铃讲说 坚决反对自由航行 危害中国主权 到底有没有 危害中国主权呢 要讲清楚啊 有的话就实施主权权力 进行军事检查 那如果你不实行军事检查 那他当然就很嚣张的 这些人一定是欺软怕硬 那如果说他不接受军事检查 拦阻他 他就回头了 一向是如此 或者赶快他们外交部 对方就打电话来了 来求情 这个事 所以如果对荷兰不这样子 下一次就是德国来了 德国在西班牙来了 一拳打得开 百拳不会来 要基于这种教训 你就只要把福建浙江沿海的 导弹全部升起来 军舰过去拦截 要求检查 他乖乖鼻子摸一摸就走了 要记住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这句话证券 原来你毛泽东念那么耍 毛泽东的话 完整内容 对 至于所谓的自由时报的报道 这个是我曾经讲过 二零零几年我都忘了 我讲过自由时报 就是自由传单 他说我毁谤他名义要告我 到现在还没来告我 我等了二十几年 他是自由传单 他实在把台湾人当蠢蛋是不是 找宪兵防卫关键基础设施 大陆要打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 需要需要人家买炸弹吗 还是什么 好笑耶 台湾那什么关键基础设施 一发电厂 二油库 三机厂 对 还有什么 竹团不及被宅 但委员我觉得他一直在酝酿一些气氛 但你酝酿气氛 你想要搞纳粹化 搞台独纳粹化 然后进行这个岛内的政治党 你先弄嘛 我就明白讲 你弄不输名堂的嘛 不过第五中队他说有十几万 怎么弄啊 这些官员他吃饱了 大陆要打你关键设施 长城炮弹来就解决了 还需要 他这么费事 还要找人 打到你台湾 还要养他们 然后让他们找什么桥梁 去装炸弹 还是油库是不是 我觉得很好笑耶 真是很好笑 超好笑 不要讲北的啦 我们最以为傲的什么 热山雷达战 你以为解放军打不到 醒个鼻涕就打到了 还要找人去什么装炸弹 还走到小山路上去 还是什么 还是恒山指挥手 还是大直的国防部 通通是在解放军 炮弹打得到的范围里面嘛 他还找人去诺吗 所以这个论述是为了 接下来洗滴人心做准备吗 那当然嘛 开始讲说 郭正亮就是第五众队 要干这个事 要干这个事 对不对啊 你第五我第四 第五众队 他是真的那个八大基础设施 我又没有害客的能力 是是是 你很多做网络难讲啊 对不对 他就玩这个游戏很无聊 不顾现实 那这个 其他的 我也这个说个两句 这个黄仑星当然是现在的 成功人士的偶像棋嘛 就是像以前的Bio Gates 前段时间的马斯克一样嘛 这个都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是当然会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操作嘛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看看就好了 MV特别的认真或当真 那至于有这么多军火商来台湾 我给他一个形容 因为第一个我们台湾即将被迫要增加国防预算到3%以上 现在是2.45嘛 到3%以上 那就增加很多的新的费用 这个当然不是给国防官兵加薪啊 如果多了这个5%是给国防官兵加薪 我也开心 他不是 他干嘛 他去买武器 以前武器已经买过多了 还要再加5% 还不包括特别军事预算买的 这个像我们那个乡下大拜拜 都会推出鸡啊鸭啊 去摆在门口 摆在门口就有很多客人来 第一个到的客人是谁 你们没想到 苍蝇 所以马上有20几只苍蝇来 这有什么稀奇啊 对啊 如果你今天说 我像乌克兰穷里巴基的 这些厂商有去乌克兰吗 没有啊 他们都去白宫啊 去国会啊 去要钱啊 因为他们都知道 乌克兰钱是来自于美国啊 所以不需要跑 跑这个乌克兰啊 乌克兰武器就是靠美国给钱 所以有钱是大爷 可是他今天是来台湾 是因为台湾出钱 我们被迫增加国防预算 加上原有的买武器的预算 我们是有钱但不是大爷 他们就来一来 看一看 哇你台湾需要什么 假装很有诚意 回去就叫美国参议员来施压的 你买我的瓶子 你买我的杯子 我们就非法不可啊 我们是碰到黑道在卖兄弟茶 这些只是先投部队而已 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